觀眾朋友 就在今天驚嚇水域 再度緊張 發生什麼事了 又有中國遺傳翻掉了 兩貨就兩死兩失蹤 當然第一時間呢 我們金門海巡也投入去搶救 欸 年初五才兩死 這一次不能再出亂子 咱台海是經不起任何的擦槍走火 我想到我們來看到 美國的態度其實就是非常明顯 過去只能做 不能說的 金門海巡也給它壓壓出來 什麼特戰教官 什麼軍員列入的預算 通通攤在檯面上了 俊翰哥還有暴行的觀眾朋友 很奇怪喔 今天是洞314 其實也在金門又發生了翻船 又是大陸的漁船 一個月前洞214對不對 就發生了這些事件 到現在目前沒收拾吧 但你沒想到今天居然又傳出 現在目前大陸的漁船 今天在這個金門的 這個東定島的附近 翻覆沉默六個人落海 有兩個人失蹤 兩個人死亡 兩個人送醫啦 那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奇怪 到底是怎麼樣 現在目前為止 我所看到我們相關的報導 都跟大家講說說 我們海巡有過去救 可是你要看東定 其實離下面已經很近了 那都是兩個人送醫對不對 他到底是送 因為現在目前 我們下午在錄影的時候 我看到沒有更 沒有更多的訊息 等一下請我師父董哥 來跟大家講好不好 金門人一定知道比較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感覺上呢 海巡是希望能夠 把一個月前的洞給補起來 我們海巡是可以去救人的啊 只是沒想到這次去救 如果我們都把它通通救起來 我們海巡救了以後 然後把它送回去 是不是看起來很圓滿 前一個事情也可以就好好善聊 但沒想到這一起事件 還是有不信 有兩個人不信溺斃了 那大陸遺傳為什麼又翻呢 我們看後續 又按事實來說話 但是呢 很多的訊息 為什麼我那麼的謹慎 不敢講那麼詞 因為光是 網路上在講說什麼 東定島的島上士兵 我們拒絕共軍要登島搜索啦 他講說因為有人員失蹤嘛 兩個失蹤對不對 共軍要登島 這是很大的事 這個涉及主權欸 問題是他要找他的人啊 兩個人失蹤 他想找看看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下去以後 然後他游到那邊了 那我們拒絕他 這又衝突了對不對 對 剛剛已經有特別講說 完全沒有這回事 這根本是一個謠傳 根本沒有 共軍根本沒有要求登島 那也沒有說我們拒絕的事情 所以呢 兩岸現在很敏感 錯誤的訊息不要亂傳 我們要確認之後再來講 但你要知道喔 這個東定島雖然其實基本上 就在金門跟廈門的海域 更靠近那些 對 但是這起事件是不幸 今天又發生了洞三腰四 可是這段期間以來 其實已經算不清楚有幾次了 都會進到我們的這個金夏海域 金門的近至水域 縣至水域都一直來 然後呢 你有這個金夏嗎 俊翔哥 我們整個苗栗有沒有 六海里啊 花蓮一直跑到彭家宇 24 25海里 所以呢 郭台辦 他昨天開記者會 大家就問說 你們現在態度是怎麼樣 他說沒什麼啊 有什麼態度 台海又不是國際水域 所以呢 我們的船 不管是漁船 不管是海警船 我們的漁政船 本來就可以自有航行 沒有什麼 那個海域是誰的 那所以國台辦 把這個角度給踩印了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兩岸是不希望 發生戰爭的 可是昨天我們才在講 澎湖的一場鬥毆 打出了 居然美軍在澎湖 金門跟澎湖 現在看起來 有美國的陸戰隊的 這些 就是種子教官在 那事實上 這個東西國風部 不會給你證實 可是呢 消息不斷傳出來 綠扁帽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現在請大家看這個畫面 大的直升機 把這個綠扁帽帶來 對不對 特種部隊 但你知道 如果你要打巷戰的話 我現在不是希望大家打 我是要告訴你這個東西 叫做黑色的大黃蜂 俊大哥你看 你不要以為他這個玩具 剛剛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 他就像是 對就像我手上的 這支筆這麼大而已喔 他把它拿出來以後 他能拍東西耶 他可以拍 是 他可以飛行 大概時速18公里 然後呢 他可以遙控 他可以有三個鏡頭 對 所以當你到一個誤區 你要攻堅 你要指揮你的部隊前進的時候 他先過去確認人質 確認對方的武力 確認對方的position之後 開始進行攻堅 這個東西 現在據說綠扁帽也帶來了 給台灣的這些特種部隊 開始來進行訓練 不過 都只是傳言 我用的這個畫面呢 還是這個黑色大黃 國外的畫面 並不是說台灣已經拿到了 可是大家會講說 欸 是不是美國跟我們這個台灣的部隊 已經有緊密的結合 特別在金門 還有澎湖 這兩個地方 在訓練我們的國軍 所以我要你要講到這個地方 你說台海不緊張嗎 我一點都不相信 因為有越來越多的線索 你看 就是美國今天只能做不能說的 今天也大篇幅的被勘展出來 沒有人想要去押 就讓他直接浮在台面上 還沒完 看看我們自己 最神秘的這個部隊在調動 也都被拍到了 好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黑色大黃蜂 大概像這麼大對不對 拿出來以後 咻就飛上去了 對不對 這是只能給你看影片 沒有看到畫面嘛 因為那個影片是官方影片 不是台灣 但是有個東西你已經看到畫面了 就是我們東部 我們在台東的東部海域有沒有看到 台東市區就要靠到誰 這個是什麼 是要陷阱啊 因為台東的那個 河濱公園 我以前來台東服役 我很清楚啦 彩豐大隊的飛彈發射車 整排拉出來 就在台東市區的這個周邊的 濱海公園那邊 為什麼 因為要操演 那他也不是故意要讓大家看著害怕 那你們也是拉來台東做什麼呢 現在沒辦法 因為在我當兵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因為中國大陸已經有三艘的航空母艦了 因為中國大陸的那個飛行 不管轟炸機或戰鬥機都已經尻過來 巴士海靠到台東了 你看這個圖 來 俊翔哥 這幾天解放軍 不管是海軍空軍 他不斷地從北攻股這邊 有沒有 這是台灣嘛 這樣繞過來到我們的東部 從南也一樣這樣繞過來 到我們的巴士海峽 所以台東在這裡 他有可能要面對來自東方的武力威脅 所以這個東西就部署在海邊 你知道這往 這個就是東方 再往過去就是美國的 這就是太平洋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現在目前的壓力 再來 花蓮傳從一起 F16的這個戰鬥機 他的整個的訊號異常 一直亮燈 不知道怎麼回事 檢查不出來 那可能是機械機故障或怎麼樣 很危險 趕快返航 後來發現是虛擬異常 但有人講說 啊就是太操啊 我們前兩天在講 跨職業訓練對不對 你白天也訓練 晚上也訓練 半夜跨職業你也訓練 所以呢 我們的人機都相當的疲勞 現在目前的兩岸關係 真的非常緊繃 所以不管是飛彈部隊 空軍 海軍 還有相關的這些單位 都要上緊發條 好 宇軒 我今天最想問的就是 只能做不能說的 綠扁帽駐台 連地點連服役 共同指導的部隊的番號 今天都被寫出來了 如果不是上級 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話 怎麼可能看得到這則新聞 背後是兩岸 釋放出什麼樣的訊息 綠扁帽出來 其實不是今天 各位前一陣子 你如果有在使用一些地圖 你就知道 被大家揭露說 包括在蘋果地圖 Apple手機裡面的地圖 發現什麼事情 直接把綠扁帽的相關注點 都標出來了啦 哇 太可怕了 你是搜尋美國軍基地 他直接台灣好幾個縣市 什麼桃園 哪裡怎麼樣 12345 居然看得到綠扁帽 對嘛 因為他是整個 紅標都標在上面 所以我請問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有美國特別的允許 或特別想要釋放出這個訊號 你會在Apple地圖上 找到這個資訊嗎 當然不會嘛 而且這個實際點選的也很巧妙嘛 所以他在宣示什麼 宣示說這個地方 包括第一島鏈 美國他是不會缺席的嘛 你想喔 為什麼我們的F16 會出現這個引擎異常 其實這不是第一招咧 之前 中國解放軍是不是傳出說 夜訓的消息 包括遼寧號 是不是從東部 我們海域 起這樣的消息 這個才是導致我們F16戰機 為什麼引擎會出現 異常的關鍵嘛 因為不管你禮也好 麵也好 日夜都給你持續的騷擾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等於是只要他們起飛 我們相對應的就要因應的有所作為 我們相對我們的戰機也好 我們的船艦也好 我們的海軍也好 就是要因應出動嘛 所以在這個不斷的疲勞轟炸的狀況下 各位最害怕的是什麼 最害怕的反而不是說現在F16 一架兩架出現問題 而是如果這種老台的行為 包括包圍台灣的行為 逐漸的日益加深 而且成為常態化 那台灣也好 金門也好會變成什麼狀況 他把你當釣魚台事件在處理嘛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最害怕的這個 包括你講前行公司在這個 所以我覺得真的應該要注意的是 除了說軍事 或者說國防層次上 如何進行因應之外 而我們在政治已經兩岸關係上 是不是能夠有進一步的突破或發展 否則這種日益加進的選軍 我們總不能每天祈禱 美國的航空母艦來使用我們 美國的軍艦每天來台灣海峽巡弋 仰賴美國不會是一個解放 好龍哥我追著問 剛剛好滿一個月 2月14 3月14 各翻了一艘船 兩條命 兩條命 所有打死捷就在一個月前的 那兩條人命 談了15次談不下來 這件事不解決兩岸惡化 沒辦法逆轉了嗎 第一時間這種案件 驚嚇撞船這個事件 你不說謊 你不要轉移焦點 如果管碧琳這個道歉 在當時第一時間就來了 我們不講治權跟主權 因為我們都要求海巡署 依法強力執法 可是你在第一時間 基於人道 基於人權 人家死兩個 今天晚上我們台灣人去台東捏虛 去有撞到沒有撞到在那裡 對方又刺牙給你看 我們會不會引起公憤 當然會啊 所以這個道歉如果在第一時間 就是由海巡署自己 不管有沒有錄影 沒有錄影是在騙的 如果第一時間是用這種態度 那你再看看今天的事件 這就是在執法上 兩邊就沒有像這半個多月來 這三個禮拜來那種緊張的態勢 兩邊都下去撈啊 兩邊放在水電也燒 而且他說怎麼會登岸 1.1海裏就等於是兩公里 很小的範圍 兩公里在海上看起來是 已經一層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們派人來搜救 你撞到不想說 我們台灣人專門在被吸死人 要求 所以我們要去求你聽好嗎 那第一時間通報人在那裡就出動 我有說他們出動在生肌嘛 叫兩人起來 後送 他說到時候上來我們這邊 要怎麼登岸 這個 一個時候每一次 如果遇到這個 兩方的緊張的問題 民進黨一些好朋友就先說 好 你看 共會來要怎麼 要跟我們怎麼怎麼 這就是認知作戰 你看看從今夏碰傳這開始 我們在評論都沒有在騙查 聽到哪裡 我們不喜歡火上郊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怕擦槍走火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 對兩千塊來說 它是無故的 我們坦白說 不然不然 你現在的政府 你不要好好處理 你把它用得很緊張 他站起來 我們說是你的態度的問題 不是這樣 如果我們看到今天的搜救 兩邊的態度 跟用事務性 過去就簽了23個協議 有很多協議可以去做的嘛 兩邊都可以好好的處理 尤其是愚民的事情 那更可以和平的相處 是 好 董哥 管碧玲遲來的道歉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啊 而且他正在說他再度的道歉 哪有 我就收心了半天 我想說再一次 那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實在是找不到 找了一個月 做夢啊 是啊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今天讓人家悲哀的事情就是 我們看到 領龍魚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 當然 現在的情況 救起兩個活人 對方救的 撈起兩劑魚體 我們撈的 然後 失蹤了還沒找到 那其實都非常遺憾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從2月14 其實我們很多 氛圍都完全不一樣 譬如說人家已經 到我們苗栗的 對不對 溜海裡 我們就不感動了 過去哪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知道自己理歸 那今天上午 我們一大早 接獲信息趕快去啊 這怎麼樣 表示 我們台灣的海行 不只會殺人還會救人 不要這樣說啦 那個真相也未明啦 很恐怖 對他要表示這樣嘛 那當然 吃重鹹你就是變成 現在都結結在對 帶倒退 倒退 倒退為什麼 今天金門的記者一大早就接我 我們海行去幫忙救人喔 是 然後大家就趕快寫 大家趕快發即時的通訊 趕快寫 那我早上也是獲得消息 趕快看 就覺得很著急 對 為什麼 因為漳州的遺民 也是大家 平常在海上會碰到嘛 很多遺民 就覺得說應該趕快去救人 那救了以後 我們的政府是怎麼樣 趕快集集去告訴大家 我們有參與救人喔 我們趕快澆水 其實我們到的時候 已經快八點了 他是六點零二分 翻覆的 翻覆的 對 那現在我注意到了 我們海行使發了 他強調 不是我們撞他的 裡面有講到喔 所以 從 2月14號到現在 我們學了非常多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也讓 台灣的海行 很多態度 他就變了 連管碧琳都 態度也鬆軟了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 會有更多的 中國大陸的船 會 越過 你所謂的 近限制海域 那到時候你是完全 沒辦法處理 各位不相信 這兩天的挖泥車 他絕對會來 你怎麼辦 一萬噸的 你說你要欺桿他 你用什麼去欺桿他 你噸位比他小那麼多 所以我們過去很多默契喔 當對方認為你就惡意 惡意就是我剛剛強調了 就是你是不是殺人啊 你現在弄不清楚嘛 弄不清楚自己 就理虧 我們現在是理虧的一方 所以我們執法 不敢執法 救人到處敲樓打鼓 我們在救人 然後人家已經 不只在京門 京下海域這裡 他已經到苗栗這裡來了 你也不敢動 那下來的話 我們就變成 完全沒有執法權 這就是嚴重的問題 這段時間 今天大家都熱烈討論的這部電影 周楚除三害 他如此深刻描述著 死囚在黑牢裡的種種細節 在兩岸上演的票房大驚奇 但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周楚除三害 其實還有一害更壞 是電影沒演出來的 最惡劣最壞的細節 就是黑牢本身 而監察院最新的調查報告 真的讓人看了觸目驚心 有錢能使鬼推磨 沒錢會被鬼抓走 說的都是真的 你不知道的暗黑監獄風雲 原來都寫在監院 剛剛出爐的這份調查報告了 事實上這一部周楚除三害 除了他演員卡斯 這個陣容很堅強之外 因為他其實成本製作 大概只有1000萬而已 居然在大陸這邊 賣了將近破10億以上的 這樣一個票房 所以很多中國大陸的網民 也就在討論 甚至你知道嗎 主角在裡面 戴著那個小豬手錶 都成為熱賣商品 可是事實上周楚除傷害 裡面這個所謂貴力罵 這個主角的原型 現在講說他其實就是 以前台灣的這個 所謂十大槍擊藥犯 劉煥榮 那事實上劉煥榮 很多人就知道 你在畫面上的這一位 他在當時走向刑場的時候 甚至傳說 他根本不需要罰警摻扶 一個人走到這個罰警上 那個刑場上面去 那事實上他為什麼 被列為重大的槍擊藥犯 因為他涉及所謂的 九中的槍擊案 背負十四條的神命 那當然覺得說 其實以劉煥榮來講 他自己本身有他這個 很獨特的一個 所謂的人格特使 當時在聞到 就聽到說這個法官 判他死前的時候 他還跟法官鞠躬說謝謝 而且他在獄中的時候 事實上就開始就畫畫 甚至最後還捐出 39股畫珠進來 劉煥榮他其實是極有話題性 那個時候 媒體還可以貼著刑場外面拍 是 不是拍到的內幕 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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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舉他的手銬高喊 中華民國萬歲 就是他嘛 是 所以這整個的電影 其實在一開始就引發 大家非常非常大的關注 那包含到我剛剛講到說 他裡面這個小豬手錶 現在你知道居然在網路上面 還有廠商說我們加緊在製造 甚至連裡面的細節都有人在討論 比如說 為什麼說什麼百香果不能帶進監獄 你知道 百香果不能帶進監獄 大陸網民還有人講說 是因為那個殼帶進去 會變成凶器你知道嗎 其實也不是完全這樣的一個原因 事實上我們在會客菜裡面 都有很多的規定 你想想看 你今天帶這個百香果 要去給這個壽型人吃 那預防一定要做一件事要檢查 要檢查 一剖開之後 百香果的汁都流光了 你要給他吃什麼 所以就因為一部電影的時候 反而讓大家開始高度關注 不只是電影的情節 是連裡面的小細節 哇 都引發討論 周楚除三害 今天仁俊來節目當中 要告訴大家 真正壞的是 這第四壞是什麼 就是監獄本身 其實監獄本身 因為他有這個龍蛇雜厨 有很多你會進去的人 除了管理人員之外 那其實都是在社會上 這個社會人士 對 所以你如何健全 這個管理的體制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嗎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居然有一個 血淋淋的披露說 我們在外溢間的 領選制度裡面 就監察院角度來講 其實非常的不合理 你知道嗎 怎麼又是外溢間 有錢判生 沒錢判死 外溢間是大家 爭先恐後要進去 可以非常舒爽服役的地方 其實你要進入到外溢間 他一定有他的領選的標準 那包含到你哪一些人 其實是可以符合進去的領選資格 這個都有 但監察院調查報告裡面 卻發現到 你在這個累進主義 這個積分裡面 居然發現到說 有得到100分的 不好意思 你在評鑑的過程當中 你不准進入外溢間 但是你的分數只有55分的 而且你自己本身還曾經以為 是有案被通緝的 他結果就講說 沒有 我告訴你 你可以通過外溢間的 這樣一個領選 等一下 監院最新的調查報告 直接畫出這個重點 那我就問 你外溢間的領選過程 出了什麼問題 後面藏著多少錢跟權的拉扯 阿不我要這個標準幹什麼 我100分我進不去 不及格的反而進去了 那他到底敲給你什麼好處 所以就法務部的說法是說 我們不是只看分數 我們有很多這個評鑑的標準 我一聽到這個時候 你覺得你現在又在採 最有力標的方式嗎 分數不算 通通都要等到你其他的相關的 可是我們剛剛回來 就是說 監索它本身是一個死的建築物 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在 人員的這個管理你知道 在一些的這個案例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 可能在整個的制度上面 是出現問題的 比如說 之前大家又覺得說 你這個什麼槍擊要犯 可以到外溢間去 結果被質疑講說 你是不是去有人幫你 篡改烤機你知道嗎 囂張了 這真是鬼故事了 居然直接敢篡改烤機 把特權護航進到 可以爽爽待到畢業的外溢間 這個其實案子 為什麼會引發討論 事實上是我們這個花蓮外溢間 其實有一個科長 當時在外面的時候 就被人家打 你知道嗎 就被打的時候 警察立刻調查 就抓到了兩個這個犯人 結果呢 在往外溢查的時候 居然發現到 這兩個人其實被人家叫唆的 而真正叫唆他的人 是在外溢間裡面 服刑的受刑人 那你想想看 怎麼會可以用這種方式 就在一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第一個 他領選能夠進入到外溢間的 這個過程當中 引發外界的質疑啊 所以這個隱無者 這個萬惡之手 你憑什麼有資格待進外溢間 第二個是 他既然還在監索服刑對不對 你怎麼去遙控 叫兩個打手去打人的 你沒見戶了 那代表是 其實是你可以自由的對外通聯嘛 那我老實講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今天這個 這個在監索 跟在外面有什麼不同 只是住的地方不一樣而已啊 而且這一則新聞 後來讓整個社會 炸過的原因是 莫名其妙 所以要給一個交代 給了什麼交代 居然他們告訴我們說 當時領選這個萬惡之手 是因為我們勾錯了 這個是什麼話 你也說得出來 所以我講實話 每一個都眼睜睜的在看 你想想看壽星年 也會眼睜睜的看 憑什麼他可以我不行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就是說其實外溢間的這個管理員 在過去的一些案子裡面 居然都發現到漏洞其實是出在這裡 那我也先必須講 其實在監索裡面的管理人員 多數都是好的 可是我們下面講的這幾個例子裡面 你真的覺得離譜到幾點 像之前曾經報過說 因為我們其實受刑人 有時候必須要到出庭或幹嘛的 那你監索要派人 陪同這個借題出去嘛 對 結果那個時候就有發現到 就是說 那時候有這個外溢間的管理員 他就講說 我今天跟這個受刑人 我要借題他出去對不對 結果借題他出去之後 居然隱隱約約透露出 讓受刑人覺得說 我好像有機會 可以跟你當朋友 居然就接受受刑人 在借題的時間裡面 安排到酒店去消費你知道 酒店消費還送他禮盒 還有給現金給養酒的這些東西 甚至還給檳榔這些 我講實話 你監索管理員有缺這些嗎 可是你收了之後 你就是講難聽點 無功不受入 你就要給這些受刑人 特別的這個方便你知道嗎 所以有錢能使鬼吞沒 沒錢當心被鬼抓走 都是真的 這個受刑人還在裡面黑牢裡 他居然可以遙控外面的小弟 招待我這個看守監獄的主管 去外面鬆一下 不只是這樣你知道嗎 甚至過去也曾有曾經查到 就有外溢間的這個管理員 他幹嘛你知道收受匯款 那我們講 其實有些人是圖說 我在預所裡面 你給我個方便爭一眼閉一眼 可是在這個案例裡面 居然發現到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管理員 變成什麼你知道 變成炮推小弟 還幫忙買檳榔跟香菸 甚至有東西要給的時候 就把它放在特定的地點 然後這個受刑人放蜂窩幹嘛 就走過去那邊 你以為我在講監獄風雲嗎 不是耶 這些東西甚至後來被查出來 還用公務車幫忙運送 活魂打 你剛剛聽到了 香菸聽到了檳榔 這個都只是小菜而已 為什麼有錢能使鬼吞沒 你來看看這些人 他們領著我們的公帑 我們納稅前的這些監獄管理員 他把什麼東西送進去了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獄所的人 其實不管你是外醫健康 因為你有勞動嘛 那有很多勞動就有勞動所得 可是你不能在獄裡面拿現金 你都是寄點數寄在這個帳上面 結果當時在北監的時候 也曾經發現過有管理員涉嫌收賄 你知道幫忙採購 採購什麼你知道香菸 你也知道 你如果看什麼電影 你就知道香菸在這個獄所裡面 基本上是等同現金 結果一條香菸賣你兩千塊 你要就是香菸 他說連你要喝酒也可以 奇怪 浴所裡面可以開放到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東西要高難得 所以難得就要高價 幫你買這個白蘭蒂 三千五高粱一瓶 老實講你現在高粱一瓶多少錢 六七百塊錢 但是問題是他告訴你一瓶 我就賣你三千塊 扯還有更扯我們來看看 居然這個吸睛的首腦 把這個所謂的獄中的管理員 當成他的小弟在使喚 你也甘心來服侍他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受刑人 其實進到監索裡面去 其實透過這樣的一個 角質的這個機構你知道 就是要斷絕他跟外界的 這樣一個聯繫 讓他有這個一個環境 能夠好好的去為他自己 所犯的這個錯付出代價 但你知道嗎 之前也曾經發生過 有一個這個無姓的管理員 因為管理員基本上 他這個進出獄所 這個都非常方便 那雖然有這個檢查 可是很多時候 他們就有些覺得說 反正自己同事嘛 你也不會帶什麼 他居然找到這個落洞說 我自己可以進出監索 他居然幹嘛你知道 把一個受刑人的信件 跟錄音筆這些東西 他你說我沒有辦法 給你這些大哥大貨什麼 不然沒關係 我幫你把他帶出去 居然成為郵差你知道嗎 還有錄音筆 搞不好這個人 根本是被裁定是收押 禁見的 透過錄音筆 他就可以外面穿貢了耶 所以這件事情知識其他 而且你知道他因為他好心嗎 他突然覺得佛心來著幫他做 沒有 因為他有對價關係 後來檢方查出來就是說 他的不法所達到148萬左右 你知道 雖然你這個被抓到之後 東西都要攪回 可是我就講 這種動一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發現到說 原來啊 大家會批評說 有時候預證管理裡面 漏洞一堆 都是這種所謂的 少數不孝管理人員搞出來的 扯還有更扯 你知道在監索裡面 這些不孝管理員 夾帶什麼東西進去 供養他們的這些 VIP的壽型人嗎 連頂太豐都進去了 其實我們現在在 我們剛剛講說 你要送會客菜或幹嘛 他一定都有這個一定的規範 那為什麼會客菜要檢查 因為他怕你夾帶很多東西進去 你知道 所以其實在獄中裡面 你要能夠吃到最好的東西 不是說什麼山珍海味 你知道最棒的是什麼 你知道你要吃到原型的食物 就是原來樣子的食物 當時曾經有被踢爆講說 這個所謂的投資大 他到看守所裡面去之後 吃到什麼 吃到非常有名 大家這個外國觀光客 喜歡吃的那個什麼小籠包 那我就講 難得的不是吃到小籠包 難得的是你要坐在一個空間裡面 坐在那裡 然後端到你桌子前面的小籠包 是整顆的 所以他可能是去排隊 給你買的頂太豐 然後夾帶夾帶夾帶 夾帶進去 吃到你的肚子裡 你知道嗎 那種檢查就是 因為你裡面是包內餡的 你要把它打開 要整個打開 因為他怕你內餡裡面 講實話 如果藏毒品藏安眠藥 所以那個通常在檢查的時候 那個一打開 湯汁全流光了還能吃 還有包在裡面的內餡 他要把它整個撥開 你知道嗎 你看到那個東西 你會有食慾嗎 所以我就講這裡面難得的 其實是 你要吃到一整個圓形的東西 你知道 甚至之前也有所謂的 這個企業集團的高層 他因為犯掏空案 遭到羈押的時候 就有直接立委爆料說 我告訴你 你這吃什麼圓形食物 有什麼了不起 他居然可以喝紅酒 而且還喝所謂的百萬紅酒 那這個我老實講 我就覺得很難理解 因為酒類在監索裡面 基本上是完全被禁止了 他到底有什麼方法辦得到 五期報新聞 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 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給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我把它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扣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 訂閱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 還有這個 你的瞬間 按讚 我要回去 取得 按讚 要你 就被妳 這是 無法 慢慢